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殿下留步 请殿下留步 全部住手 请殿下留步 好 你真的要拿本王是吧 那得看你够不够本事 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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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干吗 伍家 殿下 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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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铁山啊 殿下 铁山啊 殿下 你们是不是太棒了 还不快动手 你上个人 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等一下 殿下的安危要紧 杭铁山 你这是想要造反了吗 放开我 本王命令你立刻放开我 你简直是疯了 我是太子 皇上唯一的儿子 你还这样对待我 皇上绝不会轻饶你的 谁困你啊 公圣 干什么 别害我 别害我 皇上 皇上救命啊 皇 皇上 他来了 谁来了 皇上你在哪儿啊 皇上 皇上 快救救我 救救你的柔妃吧 救救你的柔妃 王牧 王牧 你没事吧 皇上 你醒醒啊 他不是网上啊 皇上 快 快 保护殿下 撤了 撤开啊 皇上 等等我 不是啦 等等我 姑娘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快点醒过来啊 娘 娘 娘 你快醒过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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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推了 现在怎么办啊 走啊 马不停蹄 连野改回京城去 等我再回到这儿的时候 这将被夷为平定 洪铁盛 你等着被罪失万段 这儿 可是 channels judicial 等一下 快躲 随便 你 你 月华 月华 阿宝 阿宝 月华 真的是你 他们告诉我 你已经被找到 给救了出来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好了 咱们现在已经没事了 陷害你们父亲俩的 颜知府和董事业 已经伏法了 吴家宝 现在总算还你清白和公道 本仙子要恢复你自由之身 将你无罪开示 小民夫妻二人 感谢大人再造之恩 重生之德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多亏大人 明镜高悬 我们才能逃离魔掌 无口余生啊 这些都是我分内该做的事啊 你们快起来 你们快起来 快起来 好了好了 你们夫妻俩啊 经过了这场劫难 以后更要彼此珍惜才是 哎呀 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 你们老家在哪啊 在苏州啊 好啊 赶紧离开竹山 省得又又一劫 没什么 没事 没事 大人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盘缠 你带在路上用吧 这 这怎么可以呢 你收吧 收吧 你们落单在此身无分文的 回家总需要点盘缠 别再拒绝了 就是嘛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小人愿意自食其力 希望大人不要嫌弃 就让小人 在牙里面 随便打个杂 什么都可以的 哎呀 你这个人可真是的 好不容易剪条命 要是我跑还来不及呢 娘 我不说了 好了 这些银子 你们受之无愧 别辜负了大人一番心意啊 赶快起程回家吧 大人 好好回家过日子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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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两个送出去 是 大人 不 大人 大人 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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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啊 哎 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你们去看看 旺公伯母怎么样了 我得回去写奏章 把一切经过 都据实上报 来 铁商 铁商 你现在还有心思写奏章啊 就是 哎 看样子啊 我的未来 红颜薄命啊 看什么看呐 哎 这是你自己说的 不关我的事啊 滚 找死我 哎 哎 哎 事到如今 不但落得死无对症 还和太子翻了脸 我看 我的前途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然而 求仁得仁 我无怨无悔 我愿意坚守自己的岗位 不过 燕青和娘 还有宁香和他娘 倒是应该安排他们离开才好 来人呐 来人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来人呐 来了 来了 大人有何吩咐 你把头抬起来 阿宝 你怎么穿着牙医的衣服啊 小的已经是牙医了 什么 因为 大人得罪了太子 牙医的害怕 已经跑了好几个了 正好要缺人手 所以张普通 就把小的给录用了 原来如此 你不怕 怕 小的这条命 是大人给捡回来的 没有什么可以报答 所以 只有舍命陪大人了 说得好 阿宝 看来 我们是没白帮你这一场了 大人 依我看 你就成全阿宝这一片热忱之心吧 大人 谢谢大人 谢谢师爷 你把它交付下去 马不停替地立刻送进京去 是 小的遵命 我们怎么样了 他人已经清醒过来了 可是他自己 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一直紧紧张张追问我 我是不是闯祸了 我是不是闯祸了 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他安抚下来的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是个好大夫 又很会照顾人 这样真的很好 延青 大人 大人 来 您先把这个批了吧 什么 你要我给你加心凤啊 没错 这个要求很合理 而且也很公平啊 你不明白 我其实正预备要 自动替我加心 太好了 太好了 加多少啊 延青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啊 那 那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看看人家的事业啊 有文笔 会管账 那就行了 我不仅如此啊 你三天两头的号 打抱不平 多管闲事 我 我就得奸差当大夫啊 延青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但得当大夫 什么 看诊啊 抓药啊 全算我的 哎 零零总总加起来 我 我还得倒贴啊 你不觉得 这 这太离谱了吧 都什么接骨眼了 你还在跟我谈加心啊 我告诉你 没得加心了 你看清楚 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 我求求你拜托你 带着我娘 还有宁香他们母女 这时候还来得及 赶快离开竹山吧 哎呀 我不要你全部加当 我这上都写得很清楚 我只要求加心 我是受聘来当失业的 不是受聘来当义士 让你脱孤的 可是你要搞清楚啊 跟着我是没前途的 甚至随时可能没有明天呢 你听我说 你有权利坚持你的本分 我也有权利坚持我的 谁说没明天了 我不想听你这种借口 你当一天县官 我就当一天师爷 你一天不拼这个 我就一天不罢休 我 我烦你烦到底了 有人曾说过的 当一个人连命都保不住的时候 他是没有资格坚持的 也有一个人教过我 就算坚持到死 也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延青 算了 看来今天不是时候 那就赶日再聊吧 赶日再聊 娘 你给我听着 你别想要拧我走 你说 要是我在这世上 没有几天好活了 让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说呀 你问我呀 娘 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然是 时时刻刻地守着你 照顾你 那你呢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不要听那种冠冕堂皇的话 什么为我好 为我想 儿子不能拖了娘 一人做事一人的 娘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娘 你不要这样啊娘 你就是要这么哄我 你就只知道姑娘 你就只知道姑娘 娘 我对不起您 自从爹过世以后 我就没看过你掉过眼泪 可是这一次 您却被我弄哭了 娘掉眼泪 怎么会当着你啊 你一生行侠仗义 济若福清 只要是他能力所及的 即使要他粉身碎骨 两肋插刀 他也从来都不怕的 娘 你记不记得爹他常说 他这份雄心壮志 就算是死九遍都挡不住的 哪怕最后是真死了 在阴间 他也是一个鬼雄 我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这样一个死鹰派的丈夫和儿子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娘 我谢谢您支持我 就像支持爹一样 娘不支持你支持谁啊 不过你所做的一切 相信你爹在地底下 也会为你拍巴掌叫好的 不过 要说娘没有一点遗憾 那也是骗人 刚才你搂着娘的时候 说着那些好听的话的时候 娘真希望你搂的不是我 而是另外一个人 那就好了 什么 娘 你在说谁啊 宁香啊你傻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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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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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及喊你 所以只好先出手 你都快走到水里了 你都不知道 你一定很烦恼 对不对 都怪我跟我娘不好 这次闯的祸更严重了 如果太子没有逃走的话 至少你还有个筹码握在手里 是不是 你说得很对 如果我多了太子这个筹码 那是不是可以跟皇上谈谈条件 起码可以杀他几半屁股 我不是要笑你 我是要逗你笑的 看你这副凝重的脸 你听我说吧 这是我跟太子之间的冲突 其实跟你们母女俩 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这么说 只不过想让我们好过一些罢了 可是我知道 这一次真的很严重 你真的想听我的真心话吗 我当然想了 太子是一国的储君 身系着天下万民的福祉 如果他够正直英明的话 我比谁都愿意效忠爱戴于他 可惜事与愿违 已经真正让我感到沉重的 不是我个人的安慰 而是未来天下老百姓的命运 但愿我能帮上你什么忙 你能帮我一个大忙 什么忙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你和你娘 还是先离开杏牙吧 可是 可是你之前说过 要我们留在县衙里 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可是问题是 我自己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我怎么照顾你们的安全呢 可是你当时很坚持 此一时彼时嘛 现在情况 情况不一样了 如果 如果我说 我们是自愿留下的呢 我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就不会再给你添任何的麻烦 我们 我们留在这儿 只想和你豁富一共 这样 这样可以吗 不 快管住你自己 你现在只要一松口 那是满足了自己 而害苦了他呀 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你们要听懂我的话吗 我已经够烦了 我实在没有功夫跟精力 在管你们母女俩的事 我不需要你们留在这里 你跟我豁富与共 咱们素昧平生 毫无瓜葛 我这样讲够清楚够明白了吧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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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在你心目中的分量 仅仅如此而已 我 我完全明白了 请大人放心 我们不会再不世相地 倒人烟了 宁香 对不起 我真的好对不起你 打定习惯怎么样了 启禀武右卫 这信航的县令还真沉得住气 闹成这个样子 衙门还是照常运作 吴家宝的案子结了 人也放了 听说明天就要审判 吴左卫的案子 他还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干脆摸黑杀气泻牙去 把吴左卫抢救出来 就凭咱们几个 他身手了得 别把我们几个也陪进去 一属下之见 还是像其他人一样 我们去追太子殿下吧 对对对 对个屁啊 你们谁要是想滚 就都给我滚 滚啊 我才不走呢 我大哥现在落奈 太子也被撒手不管 我能不管吗 那我武刚 岂不是叫人看扁了吗 姓航的 我不搅得那天翻地覆 我武刚两个字 就让你倒过来写 不搅得那天翻地覆 东宫左卫武森 你身为朝廷命官 太子殿下之前岛 行事作风 却霸道蛮横 仗势欺人 扰民害民 原本一件皆大欢喜的美事 却被你弄成了 欺风苦雨的丧事 你不仅令本地百姓失望寒心 更有电皇室的盛名 普天之下尽是王土 别说是为太子争一间民房 就是收了整个竹山县 那也不会过 什么 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我说的没错 这个不知死活的县令 已代表你们得罪的太子 你们都大祸临头了 太子的大军 转业就为了踏平整个竹山 宋宫 宋简 宋简 宫堂之上不得喧哗 吴森 你要是在妖言获中 就加一条藐视宫堂之罪 你加呀 加 加多少条都无所谓 好了 那么你强占民宅 逼死孙老夫人 之后 又企图灭口孙宝儿 杀人未悔 这些罪名 你认是不认 人 怎么不认 陆师爷 让他画鸭 是 当然 你 孙少爷 孙少爷 好 孙少爷 画鸭吧 这么有种啊 那你往我身上捶啊 你敢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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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袭击我 他公然袭击我呀 大人 大胆狂徒 简直是孟无王法 来人呢 在 立刻给我痛打三十大板 是 什么 我 三十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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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好啊 这点 哎呀 哎呀 啊 本宪宣派 五三罪大恶极 还如此嚣张狂妄 毫无悔改之意 仅是罪不容诸 当处以急刑 斩首示众 不是这样 其余人等 随为其下属 不得不听令刑事 仍为虎作仓 无人规劝其恶行 倒是悲剧发生 而等也难辞其咎 因此本宪判你们 一律仗二十 徒刑一年 以示惩戒 吴红 老子行不改名做不改信 正是东宫又为吴纲 大哥 你放心 这小子 我会让他好过的 你 岂有此理 杭介书 我的好兄弟在娶我出头了 哈哈哈哈 哎呦 这儿 哎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哼 大人 不好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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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阳失火了 失火了 失火了 哎呀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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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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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出来了 你把娘吓死了 你知道吗 我才吓死的呢 我在里面到处找都找不到你 后来你就碰见我们铁生了 对不对啊 大人 我没有看见他啊 你 你没看见铁生啊 他进去找你了 是啊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没有听话 你还没听 investment 谢谢你 我总讨的 过来了 千山 丽相 丽相 你没事吧 天生 你还好吧 我没事 我很好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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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一个活口也不许聊 给我杀 放手吧 娘娘 我不要 不要 杀了 妈 妈 不要 杀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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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母不要这样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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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母 姑母 快来人哪 万古姑母又诈病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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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罪里面那件箱房被烧毁了 其他的都还算好的 你说这武刚他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放火烧咱们的县衙呢 你说这太子底下都是什么货色呀 根本的问题是出在太子身上 没错 上梁不正下梁歪 那才叫人忧心啊 孙管家 谢太爷 鲍儿 真是多谢你们帮忙 大人快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人 可惜我还小 只能帮您打扫 不然的话 我一定帮你去抓坏人 想跟你老打个商量 现在敌暗我明 我想就把鲍儿留在咱们县衙里保护他 以防武刚那伙人又再欺负他 大人顾虑得甚是甚是 如此真是太感谢大人了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留在这儿吗 傻孩子 当然是真的了 宁香姐姐 宁香姐姐 告诉你哦 大人说要保护我 让我留在这儿住几天 我就可以跟你在一块儿了 这恐怕不行 因为我和我娘已经 不管你们打算怎么样 现在伯母还在发病的情况底下 当然还是留下来静养为夷啊 大人不嫌我们麻烦了吗 怎么会呢 大人对我们那么好 怎么会嫌麻烦呢 啊 天青啊 我问你啊 这次 旺国的病可是怪严重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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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严重 严重 是吗 我得给他换新药 还得多观察几天 哎呦 对对对 那你自个儿的磕备怎么样了 啊 啊 一会儿酸一会儿麻的 哎呀 这就叫你学乖了吗 你看哪 人家铁生啊 进去救凝乡 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啊 要是换了凝乡 也一样会拼了命去救铁生啊 对 人家不是说了吗 铁生不出来 我也不出来 你便要进去把人家给拉出来 你这不是有硬吗 你这不是不该让人家给你点血呢吗 对 下次记住啊 再遇到这种 这种 真情流露 对呀 真情流露的事儿 你啊 就别那么傻里呱唧的 痴里不讨好啊 又来了 好好好 受教了受教了 心仪教训的是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急着要带人去捉拿武刚 我 我要去陪我娘 哦 那你先请吧 去 请下三件太子殿下 打开城门 是 快开城门 驾 三件太子殿下 三件太子殿下 快替我收起更衣 本王要立刻去见父皇 殿下 你大概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什么日子 今天是那个无名是妃子的忌日啊 所以我想 皇上现在应该正在进宫里头吧 绝点 一份 就是 导演 三件太子殿下 都松了 好 特别 你 这 让朕一个人在里头待着吧 是 都在遵旨 阿柔 又到了你的今日 朕来看你了